在现实生活中,有的人很容易发怒 周围的人都知道此人脾气大,却很少想到此人很可能患了一种疾病 中医将容易发怒称为善怒,应属于疾病的范畴 善怒主要与肝有关,主要为肝于气质、肝火上炎、脾虚、肝胜等三种症候 今天针对肝于气质分享一款食疗方 肝于气质的症状表现为频频叹气、胸累、胀闷、精神受到刺激 或者是因精神创伤时所致 对策,首先要通过精神养生的方法来调节情志和神志 并针对病因采取疏导的办法来进行治疗 饮食上可以多吃一些具有疏干理气最用的食物 如芹菜、盆耗、西红柿、萝卜、橙子、柚子、柑橘、佛手等等 推荐的食疗方法是萝卜、井米粥材料 新鲜萝卜、井米,做法将新鲜萝卜切碎和井米同煮为粥 功效呢,萝卜有顺气、补虚、消食、化痰等功效 那如李时珍曾说的,萝卜粥、消食、立格 好了,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,可以在这里